星期四,前總統特朗普在前身為 Twitter 的社交媒體平台 X 上發佈了他兩年多來的第一篇貼文 一張他在佐治亞州拍攝的獄照。 當日早點,特朗普認為干預選舉相關罪名去到赴爾頓院監獄自首。 根據監獄記錄,特朗普的囚犯編碼為 P0113509,身高為 6 英尺 3 英寸,體重為 215 磅。 這些數字似乎都是他自己報告的,並在他抵達赴爾頓院監獄之前已經發佈。 星期四晚的貼文中,特朗普發佈了自己中籌網站的地址, 並貼出折去赴爾頓院監獄標誌的獄照。 鐵文下方寫說,干預選舉,永不投降。 特朗普的帳號是在2021年1月6日國會騷亂後遭到封禁, 以阻止進一步煽動暴力的風險。 去年11月,剛剛收購了Twitter的易萬富翁馬斯克, 恢復了特朗普的帳號,但他始終拒絕重返該平台, 而且一直在自己創辦的社交媒體平台Truth Social上發貼文。 特朗普的回歸,立即為X平台帶來了巨大的流量。 鐵文在發布的短短50分鐘內,獲得了1400萬的流覽量。 截至星期五早上,鐵文的流覽量已經超過了1.2億。 馬斯克本日也在星期四轉化了特朗普的鐵文, 評論說,新告道。 推略是特朗普是2016年認選總統時和執政期間的主要溝通工具, 以至於他有一些推文為他帶來了法律麻煩。 在喬治亞州的起訴書中, 特朗普的推文被檢方直接用力作為他陰謀推翻選舉結果的證據。 目前,特朗普在四個不同司法管轄區面臨91項刑事指控, 然而,司法麻煩似乎未能動搖特朗普在共和黨選民中的支持率, 他仍以絕對優勢在各大民調中保持領先。